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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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girl 你 像个过时 外表甜蜜 你在缺钱人无比 你 充满机密 美丽的声音 Yeah 我 想照耳语 明明铁衣 你 防护着柔软的心 我 害自己 不告诉你 一直一直一直你想走 一直一直一直等结果 原来我们是 找彼此的方向在做 看看你 看看我 注定放头 你有你 我有我的美梦 天是天地 日地多不走 却在这一个雷天交付 给我爱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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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开 女儿啊 你这几年一路下来 说了什么委屈 老爸心里清楚 我呀 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每年 到你妈妈的坟前祈祷 说老爸你睁开眼 保佑我们亭儿 让他不要看错人了 老爸 你不要说了 你是要我今天晚上 眼睛肿子被求婚吗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 第一个抱你是我是吗 你那时候那手小 就抓着我的手指头 再大点的时候 老爸手牵着手 拉着你走路 那时候我就纠结了 我说我女儿是漂亮的小手 将来交给哪个男人哪 我心里也不满意 都说不要再说了嘛 我不要听了 好啊 好啊 现在 陆智希有资格 来牵着你的手 他一定能代替老爸 好好地呵护你 保护你 爱护你 我放心了 我就放心了 真希望你妈妈活着能看到你 穿婚纱的样子 一定很美 他会看到 他没福气啊 妈在天上守护我 老爸你在我身边照顾我 能够当你们的女儿 我真的 好幸福好开心 死了吗 死了吗 你好 台湿公布 我是陆智希 我是郑若晨 郑伟华 找我有事吗 如果婚纱有问题的话 请你直接联系为之 放轻松点吧 怎么着 我只有正事才能找你 我现在有一些事情 想私底下跟你聊一聊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再见 等等 你难道不想知道 我发现了什么秘密吗 好 前些天你跟范瑞芝 一起去了一趟妇产科吧 那又怎么样 难得在医院里遇见朋友 一时没忍住 我拍了一些照片 帮你们两个人留作纪念 所以呢 你不怕我把这些照片 给落落看吗 当然了 我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的人 你出个价吧 那些照片我可以给删掉 这么话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威胁到我 我不吃你这套 陆哲熙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废洛洛可是有感情洁癖的 来 也不知道陆哲熙那个小火柴头她到底能好 这套 表妹你看上她哪里呢 她有的谭总长都有啊 简直就是屌丝对抗富二代啊 咦 不对啊 那陆哲熙的妈妈现在嫁给了董事长 那董事长也是陆哲熙的新爸爸 那陆哲熙跟谭李杰他们俩就是兄弟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那如果啊表妹嫁给了陆哲熙 那我将来就是 同志们 同志们辛苦了 不是你不过是个干保安的干嘛在这走来走去走一个下午呢 我现在确实是一个保安但是将来啊我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啊 你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没怎么了 你啊现在笑起来像一只龙猫一样 拜托我那么搬着就逼起来啊 当然了 我现在心里装了一个喜事 我的嘴能喝上吗 喜事 什么喜事 别闲聊了啊工作啊 抗照 走 帮我把文件送给谭总 好没问题 那个但是我跟你说一下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使唤我了 好久好久 你看啊 虽然咱们之前有些误会 但也是同事一场 你心里有什么喜事你说出来 让大家替你开心啊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你是不是跳槽啊 买彩票中奖了 该不会你要娶媳妇了 娶媳妇的人真的不是我我跟你们说 那娶媳妇是谁啊 还是让人娶媳妇的人自己说吧 你们就别为难我了好不好 我真不能说 我最近得了一种八卦听到一半就被死掉的病了 你说嘛说嘛说嘛 你说嘛 你说嘛 说嘛都说嘛 兄弟 你要结婚千万别不好意思说 你发旗帖给我住 我给你包一个大红包 但是你媳妇到底是谁啊 我们认识吗 小伙都跟你们说了 娶媳妇的人真的不是我 但是 就可以让我再逼谁啊 你不要嚇我了 不 rigor 我 过去我做了很多措施 伤害了你 我很抱歉 所以 我想用一辈子的时间去除罪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 露露 想什么呢 没有 请问两位有余电吗 我姓陆 陆先生 你愿意嫁 你约我来这里 是要说什么 不然 你先告诉我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没关系 吃饱再说 好 喂 好的 郑郑 来了 那只刚刚打电话说 婚纱的礼服部分已经拍摄完毕 然后就剩两天的外拍就好了 好啊 你就先下班回去吧 等一下我会锁门 啊 陆喆熙在吗 这个是 陆喆熙 陆喆熙 你干什么你 怎么着 我老板交代过了 只要见到你 绝不要客气 上去就是一拳 该 看来陆喆熙真的不怕啊 我老板行的正做的值 做人坦然会怕你 好 既然他这么坦然 那他当爸的事情 应该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可以大方地说出来了 谁 谁当爸 郑文豪我跟你说啊 你少信口开河 你已经没有道德了 麻烦你积一点口德行不行 你们自己资讯落后 我还敢说我信口开河 陆喆熙 搞大了你们那个摄影师的肚子了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我跟你说 这个男人的话就不能信 别停了瞎造影 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不能相信这个男人的破嘴 看来你们真的是不见黄河 不死心哪 好 有图有真相 要不要看看我给你们 带来的独家照片 不 你们可不要跟我说 陆喆熙跟范瑞知道妇产科 是找医生贴红理企划案吗 怎么样 很精彩吧 陆喆熙你个王八蛋 你凭什么咋 这是我的手机 我扔你你 知道咱们俩赶紧去吃喝酒 别让他弄事 快 快 你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陆喆熙 这一次你死定了 舅舅 舅舅你快点 快 行 走开 别弄什么 好久 好久啊 站住你有话好好说啊 好久 实际上咱们有什么事先商量 兄弟 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妹 你妹她今天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还会跟你们混蛋老爸好好杀了吗 好久 你别拦动 我告诉你们别拦动 你别拦动 你有没有想过 你家出门去就是合了 是我们华的心意啊 他叫我就是这种笑话 是啊是啊 是啊 什么 我告诉你们 等我今天怎么样 我不会让我那个混蛋再欺负我面了 你们知道吗 发生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事啊 发生你打在这儿 我跟你说点事 任务的西裁都是个王八蛋 他 他跟他 他们俩已经好处了 他怀了他的孩子 他今天要跟洛洛去求婚 所以我今天必须输入他这个王八蛋 好 好久 好 糟了 我赶紧给我老板打电话 让我老板有所防范 好了 谢谢 你看这些客真的 对啊 我们是有了孩子 这是好事 你们不应该恭喜我们吗 嗯 庄庄 昨天现在人在哪 不是 你说我老板关键时刻 关什么机啊 我知道 我知道 露露好像给我看过他们的地址 好 好吃 你怎么都不吃啊 我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 因为每次 不管你吃什么东西 感觉都像在经历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嗯 我怎么觉得你在取笑我吃相难看 没有 我只是希望 这份幸福可以一直这么长长久久下去 这是我遇到你以后最大的愿望 快了 快讲到重点了 没错 哲熙一定是要跟我求婚啦 哲熙你可老八蛋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哲熙你可老八蛋 我杀了你 你说啊 我在听啊 露露 以后 别太相信别人 如果你打电话给他 他匆匆忙忙地想要挂掉 你是可以怀疑的 谭东友到医院看他 怎么了 喂 喂 哲熙你说话啊 我这有点情况我还念他给你 拜拜 如果他一直皱着眉头 也不肯告诉你为什么 心里应该清楚 这事情基本是和你有关的 你心情不好啊 没有啊 明明就有 开会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这不是心情不好吗 没有 没有 你就笑一个啊 不是在笑吗 从出差回来那一天开始 你的眉头就皱成一条线了 明明遇到麻烦 却又不肯告诉我 只顾着担心我和皮特的事 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操心 至少让我逗你开心嘛 如果你们在一块的时候 都匆匆忙忙地走掉 又不能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你应该明白 对 这一定有问题 你们究竟是吵什么 我没有看过你们这样 没事 纯粹只是工作上的不愉快 真的没事 放心吧 我还有点事情 等你给你说 对不起啊 公司有点事情 我要回去一下 那我怎么办 你接着看吧 我一个人啊 我尽量 我尽量看回来 好吧 继续试试 是啊 不是啊 你别再那么傻 永远只为别人着想 对不起 我恐怕我 不能兑现我对你的成功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你讲这些也太破坏气氛了吧 有你在 你会帮我 你说好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不是吗 我不想骗你 但是 一切都要从我跟瑞芝出差那天开始讲解 想法就我们这是近视频段 把车帮我停好 耽误了吧 你负责得了吗 所以 所以 瑞芝伤心难过地想要自杀 是因为这个缘故 对 那天看电影看到一半 你急着要走 是因为瑞芝吗 是 是 所以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 是把我当傻瓜吗 我没有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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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珍惜我们的感情 陆哲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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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个王八蛋 你 你要干吗 干吗 快起来 你告诉我 你把别人肚子搞大了 很想追求表妹 表 表 表妹 快起来 露露露露露 你不要过来 让我自己冷静 让我自己冷静 听我说 出这么多事情我也很乱 是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 是我的错 我不敢请求你原谅我 可是我不想看到你现在这 你要我怎么样 你不敢请求我原谅你 所以意思是我可以不用原谅你吗 那在你真心道歉之后 你要我怎么做 怎么办 在你告诉我你背叛我以后 我才发现 我比想象中的还要喜欢你 我的理智告诉我 不要原谅你 但是我真的很难过 我的心脏好像被撕裂一样 我现在看着你 我想到的都是你告诉过我的话 天气凉了 要多加一件衣服 不要太晚睡了 要记得吃饭 才分开 才分开 就开始想你了 你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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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gustaría 对你谋众未来 暂时别给我答案 只是不是James 一天 流泪比微笑勇敢 打不了心碎 不算危险 我相愛 相愛 越難 越愛 真愛由我來示範 沒有人祝福我就比誰敢樂觀 我相愛 越痛 越愛 真愛 越讓我獨白 回應我一生 改我的愛 まあ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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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愛 爱情需要点耐心 就像微风的雨影 等待世纪般的远离 天空会证明 不需要金欲算计 缘分随时会忘灵 我学着乐观地相信 日久天任性 兄弟 有件事我必须先跟你说 你知道我喜欢洛洛 所以如果洛洛知道真相 或选择放弃你的感情 我会追求他 我也相信你会让他感情 你早就知道了吧 不然你不会再上一次 我装进你和哲熙正直之后 跟我说那些话 但换一个角度想 不管遇到什么事 他考量的永远都是你 我不得不说 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在乎你 我一直觉得感情这种事 应该由当事人处理比较强 毕竟你们真的会做什么决定 不应该有第三者传统 但没有想到 现在变成这种尴尬的局面 可笑吧 我原本还以为 只是要跟我求婚 我还开心了一个下午 还想说 我终于可以举办自己的婚礼了 我要去那里蜜月 结婚周年要拍什么照 我真的想了好多好多 结果 我们连一场电影都看不完 今天跟我在一起的女人 刘洋 什么家不见了 手机 钱包 行李都在 但人没了 这下不见了 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也不知道 他不见那么久 你怎么像太太来找我 你早干嘛去了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干嘛看我 看电影 因为你比电影好看 嘴巴这么甜 巴探做了亏心事 我们可以对她要看到人 在我的上头 在我的爱里面 不需要你想着为我做什么 也不需要你想着怎么体谅我 怎么为我着想 我不要你像上段感情那样 疲惫 废心 可怜兮兮地去委屈自己 你只需要乖乖听话 然后享受我给你带去的一切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如果你答应的话 你还得给你带我 你看看这些 myself 你只不再你们 你只不再有娶力 我只不再猜到你 你只不再给你带我 我只不再带你 我只不再老牛 你只不再给你 我只不再你 你只不再有你 心情好点吗 看完电影好多 不要对我说谎 这样我反而会更担心你 失恋一定会难过 所以你就好好大哭一场吧 卢卢 如果你不想一个人 你可以打给我 或者是 你突然想要找人说说话 你也可以打给我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你其实不用这样 这件事会变成这样 我也有责任 对不起 我也曾希望他们在一起过 因为过去 哲戏是深恋爱瑞芝的 但他也深深的伤害了她 导致哲戏不相信爱情 是你 洛洛 是你让哲戏重新相信爱情 重新爱上一个人 如果他跟瑞芝已经结束了 如果他真的爱我 他就不该做出那样的事 没有愿意发生这样事 是你很无辜 但最痛苦的人是哲戏 因为他伤害 伤害一个自己最爱的女人 背负了最沉重的责任 这段时间 他的痛苦我感受得到 因为我们彼此是相爱的 所以但坦诚的一切 换来就是两百俱伤 没有人可以因为知道真相得到解脱 反而是要面对最残忍的事实 我感受得到解脱 我感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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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很大 麻烦你替我陪在他身边照顾他 他也许会喝酒 但他酒量不好 三杯啤酒就会吐得乱七八糟 还有 他的感冒刚好 就不要带他去河边吹风了 要是他哭了 记得若无其事地给他卫生纸 假装没看到 看着我的双眼 每一日每一夜 有过三天才更真切 每个昨天 推销一直抱歉 我以为我可以永远保护他 不会再让他掉一滴泪 没想到 最后 最后还是伤害了他 希望你能代替我照顾他 守护他 绝对不要让他一个人难过 不是能摸空 我要罗罗交给你 你是否 会在下个路口 不回头 我总以为自由是逃离那伤口 回过头 拥抱犯过的错 才让我到 他凭什么怎么自以为 他凭什么自以为是 我可以好好照顾我自己 我明明就可以照顾好自己 为什么 他凭什么 凭什么他凭什么 我 我 我走到遥远的以后 这老天爷也真不公平 洛洛这么善良的女孩子 怎么就找不到一个真正对她好的男人呢 这么说也不公平 我老板也没对洛洛姐不好啊 陈专翰 你到现在还在替你老板说话 难道她的行为就没有一点做错的地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分明就是 你们男人啊就没一个好东西 都是一些见色忘衣 见一个思迁 见一个爱一个 见 冤枉啊 大人 你说的我一样都没做过 你敢说你没有追求过谭小敏 你没有喜欢过谭小敏 不是 那都是老黄历了 你们翻出来干嘛 我看是正在进行时吧 刚才她跟我吵架的时候 她分明就是在帮郑伟华 你为什么不出来声张正义 我有 你有 你有的是像寒羞草一样的态度 你看到她就归宿到一旁 我看哪 你心里分明就是还有她 是不是啊 真书女小姐 干什么 我听你说这个话 怎么好像吃醋了 我吃你醋 我是大脑缺氧呢 玩小脑瘫痪呢 不可能 女汉子也有一颗反复无常的女的心 你嘀咕什么呢 喝酒 干 我承认我喜欢你 我之前不答应你 是因为我在生你的气 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之前在感情上有受过伤 你又是花明远播的分手专家 我当然会怕 好 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说什么 你不敢请求我原谅你 所以意思是我可以不用原谅你吗 那在你真心道歉之后 你要我怎么做 怎么办 在你告诉我你背叛我以后 我才发现 我比想象中的还要喜欢你 我现在看着你 我想到都是你告诉过我的话 天气凉了 要多加一件衣服 不要太晚睡了 不要太晚睡了 要记得吃饭 才分开 就跟你想你的 我想爱 我想爱 越痛 越爱 真爱 别让我独白 欢迎我一些 改我的爱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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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家以後就快點休息吧 累一整天了 我知道 你也早點休息 謝謝你陪我 你要記得什麼都不要想 不要聽抒情歌曲 不要看悲劇電影 總之跟不開心三個字 有關的事情 統統都不要碰冷凍嗎 我沒事了 晚安了 晚安 好 洛洛 可以谈谈吗 这个理由我没办法接收 现在公司这么忙 我没有办法再损失 任何一个人才 好了 哲熙 赶快到会场吧 别让方先生在此消息等了 我会做完方任 这个案子我再走 这是我最大人的 请你先替我保管吧 我只要在公司一看到你 我就会想起我犯过的错误 我就会想起 我曾经伤害过 就会怎么在乎过 等着你没法继续 是我的双眼 每一月 每一夜 有过三天 才更真切 每个昨天 推向我走到今天 越想看得见 越看不见 越想看得见 越看不见 越想看心里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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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走得 遥远 越走得 遥远 越是千山万水 越想用力去追 几年 越会相看不见 我的梦 越是能不落空 你是否会在下个路口 不回头我总以为自由是逃离那伤口 回过头拥抱反过的错 才让我懂像风筝需要天空 同时也要拴出现的手 越想看得见越看不见 越想靠心里近一点 越懂得遥远 越是千山万水越想用力去追 你是否会在下个路口